我最好的兄弟 开我的车 赚我的钱 是我的老婆 我这大冤种被蒙在鼓里 傻傻地给他们养孩子 赵母娘劝我别闹 说让我也出轨一次 双方就扯平了 呵呵 他们的如意算盘 我怎能碎了他们院 佟建松脚踩风火轮班 从我办公室前一闪而过 随手丢给我车钥匙 脚底生风 没做片刻停留 远远地飘来一句话 昨晚陪客户到大半夜 累死了 得赶紧回家补个觉 我们这十多年的好兄弟 平时打打闹闹惯了 所以我并没把这当回事 可下班后 当我拉开车门 一股枪鼻的意味迎面扑来 熏得我差点反胃 我皱着眉 用纸巾清理着 中控台上散落的烟灰 忽然 眼角余光扫到座位下面 有个用过的TT 心底的厌恶油然而生 强压住不适感 想将其直接处理掉 但好奇心却驱使我 暂时放下了反感 昨晚和佟建松在一起的女人 究竟是谁 我启动了行车记录仪 掉到了昨晚的那个时间段 屏幕上的小区 似乎有点眼熟 随后是车门开关的声响 大概半小时之后 车子停在了郊区 某个偏僻的角落 接着 行车记录仪里 传来了急促的喘息 和衣物摩擦细碎声 在车里和你亲热 特别刺激 佟建松的声音透着得意 男人征服世界 女人征服男人 我在她的车里 征服了她的女人 赵明宇那龟孙子 现在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下 哈哈 你们男人啊 就是那副德行 车里空间那么小 哪有在床上舒服吗 语人的声音里夹杂着不满 还有一丝娇称 我的心猛的意景 那慵懒又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我那冷冰冰的妻子 柳如烟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再也听不尽半句 这辈子我最讨厌的就是背叛和欺骗 而我生命中最信赖的两个人 大学时期的好兄弟和同床共枕的妻子 竟然背着我搞到了一起 男人这一生受到最大的伤害 不是来自别人 而是自己的老婆 别人带来的伤害 是外伤 是可以治愈的 而自己老婆带来的伤害 是内伤 是心灵的摧残 是夜不能寐的噩梦 是可以要人命的折磨 恍惚间手机响了 是铜剑松 鸣语 车在借我用一用 有份文件忘在客户那里了 这理由听起来有点牵强 或许他想到了车里遗留的 TT和行车记录 正巧我要出去 顺路给你送过去 我回应着 心里盘算着点东西 太好了 兄弟 真是麻烦你了 通过电话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 我用力搓了搓脸 深吸一口气 尽力平复心情 然后把他的东西重新扔回原位 发动车子向铜剑松家开去 远远的 我看见他在路边焦急地等着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边 一看见我 他急不可耐地挥手 几十岁的人了 做事还丢三落四 我一语双关地调侃他 他脸僵了一下 随即用尴尬笑容 掩饰内心的慌乱 刚上车 我便故作生气地 在他头上胡乱揉了几下 别闹了 再柔就和你一样成突驴了 铜剑松罕见地显露出焦虑 甚至对我们平时惯用的恶作剧也反感起来 我知道他急于摆脱我 于是故意磨蹭时间 直到他几乎要崩溃了 我才缓缓打开车门下了车 从余光里看到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盯着手里的那几根头发 心里头冷笑不已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和铜剑松 柳如烟是大学时玩得最好的密友 铜剑松长得帅 嘴巴又甜 我呢 相貌平平 也不够浪漫 但我有靠谱的爹妈 他们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 只要我一毕业 工厂的接班人非我莫属 我和铜剑松都对柳如烟有意思 但我们试探了好几次 他都没给过我们任何明确的信号 最终 还是我家的超能力起了作用 让我抱得美人归 铜剑松无奈苦笑 重重吹了我一拳 以后你们的孩子可得管我叫干爹 柳如烟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 满眼都是笑意看着他 说不定 这段孽缘就是在那时候 悄悄埋下了种子 想到这 我不由得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 懊悔自己的后知后觉 柳如烟花着我的钱 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心里却对帅气的铜剑松者的名 物质和精神双丰收 这算盘打得可真相 铜剑松更是利用我们大学时代的兄弟情谊 变成了我的供货商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本想拉兄弟一把 结果却给自己挖了的大坑 引狼入室 到头来 被最好的兄弟翘了墙角 我望着铜剑松匆匆离去的车尾 心一下沉重起来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 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冷得直打哆嗦 路上的行人看在我眼里都不对劲 感觉每个人都指着我冷嘲热讽 笑我耸包软淡 笑我成了绿帽侠 老婆和最好的兄弟搞在一起 我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在街上晃悠 赵明宇 怎么不接电话 柳如烟的声音还是那么冷淡 我拿起手机一看 既然有四五个未接来电 其中就有三个是柳如烟打来的 平时除非要钱 或者关于儿子彤彤的事 否则他十天半个月 都不会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 啥事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冷了下来 想到这对背叛我的狗男女 真想把手机狠狠摔到他脸上 你今天怎么了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 难得追着问了一句 事情多 累的 我随口敷衍了一句 闺蜜约我去聊城完 马上就出发 童童你去接 没等我回应 电话那头已经传来盲音 我嘴里念叨着童童童童 猛然间 身体僵住了 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连儿子的名字都叫童童 可见她们感情有多深 我心紧缩了一下 童童是我的亲儿子吗 接到童童后 我没做任何停留 悄悄收集了她的毛发 唾液样本 心急火燎地送到鉴定中心 同建松还车的时候 果然把他们大战后的痕迹 清理得干干净净 她还以为我蒙在鼓里 殊不知 所有这些 我都悄悄留了证据 等待是煎熬的 周一早上 我一大早就赶到鉴定中心 等待检验报告结果 在接待室里 还有几个男人和我一样 满脸胶着 不停地走来走去 显得极为不安 我刚叼起一根烟 手还没碰到打火机 前台美女犀利眼神 如刀般刷地射过来 这里不允许吸烟 我只好尴尬地退出大厅 蹲在墙角默默地点上烟 耐心等待 等到地上的烟地 堆了一小堆 大厅里一个同样等待的男人 黑着脸 一边急步往外冲 一边大声咒骂 王八蛋 看我回去怎么扒了你们的皮 另一个跟着出来的男人 接过我的烟 点燃后吸了一口 来这里的人啊 都是这样 焦虑进来 最后哭闹着出去 想开点儿吧 他拍拍我的肩膀 狠狠掐灭烟头 又匆匆跑回大厅 继续他的胶着等待 尽管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真相还是像一记重拳 结结实实地打在我胸口上 童童和童建松 才是亲生父子 我的好兄弟 开着我的车 赚着我的钱 是我的老婆 而我 却傻呵呵地 替他们养孩子 疏能忍 审绝不能忍 如果你们因为我心软 就对我肆无忌惮 你们等着 等我心狠起来的时候 就算你们把心掏出来 跪着给我 我也让你们 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现在摊牌 太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很快又到一个周末 我找的人给我发回了一组照片 照片背景在乡下农家乐 童建松与柳如烟 牵着童童的小手散步 画面宁静温馨 像极了幸福美满一家人 我打了柳如烟手机 接电话的却是童童 爸爸 我们和童爸爸 在外面玩得可开心了 幼稚童鹰叫着爸爸 听在我耳中 觉得莫名讽刺 明宇 我想着你挺忙的 就自作主张 把童童带出来完了 如烟不放心 就跟了过来 你不介意吧 手机上传来 童建松客气温厚的嗓音 我这段是挺忙的 你就陪童童他们母子玩 兄弟之间 介意什么 再说了 你又是童童干爹 玩得开心点 嘻嘻哈哈几句 我挂了电话 我看着传回来的照片 童建松柳如烟 两人牵手接吻 一一被拍下 更离谱的是 还有两人携手 进农家乐小木屋的视频 我不介意你个鬼 堂而皇之挂个干爹名头 往我头上栽草 童建松 看我怎么弄死 你们这对肩妇淫妇 我一直在隐忍 明面上和童建松 保持着和谐 这天童建松 正和我在办公室闲聊时 负责生产的牢里 突然心急火燎地闯进来 抄起桌上的矿泉水 咕咚咕咚 一口气灌下大半瓶 赵总 住宿机又出故障了 老罢工 这么下去 生产进度肯定要拖后腿啊 能修不 我随口问道 能修 但修的钱快赶上买台新的 老李说的挺笃定 就算这次修好 以后维护保养也得花不少钱 我站起身 冲同建松使个眼色 走 你对机器懂行 一块去看看 到了生产现场 我们围着那台住宿机转有了好几圈 这种国产的二代机也就风光十来年 一过这坎儿 小毛病就层出不穷 同建松到底是机械行家 一针剑鞋指出了问题 要是当初引进同期的国外高端货 估计还能再撑个五到十年 故障也少 同建松提出了个实际方案 换国外的先进设备吧 虽然贵点 但长远看之 老李 你对外面那些设备了解不 我转头问老李 生产流程我是门青 可说到买设备 我就两眼一抹黑了 老李苦笑 接着他又笑咪咪地说 这不是有童总吗 他是这行的专家 心里肯定有谱 我望向同建松 你先去摸摸底 看有没有合适的设备 看来真得换个新的了 包在我身上 为了兄弟 上刀山下火海 义不容辞 同建松拍着胸脯保证 毫不含糊 同建松行动力十足 两天时间就找到了 跟我现有设备匹配的住宿机 不过价格不菲 要120万 我心中盘算了一下 如果同建松能谈成这单 中间差价能有30万左右 凭他手头的流动资金肯定不够 吃下这单有一定难度 但利润相当可观 依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会冒险一事 明宇 你给句话 这事能成不 曹建松还有些不放心 你看着办吧 以前我们做生意就是这风格 我一点头 他的货我全收 从不拖掌 合同 开什么玩笑 十多年的兄弟情 还比不过那几张尺 得了我的同意 同建松立马精神抖擞的盲开了 有30万的甜头在前 别说人了 连鬼都能从坟里蹦出来忙活 更别提爱财如命的同建松了 明宇 我最近手头紧 你能先帮我垫点资金吗 同建松的语气透着一丝忐忑 兄弟啊 你得理解我 我这边刚投了一大笔出去 自己都快借不开锅了 而且 亲兄弟明算账 如果我私下帮你垫资 公司里其他伙伴会怎么看 还以为我银丝舞弊 给自己人开后门呢 几句话堵得他一时半会儿 接不上话 同建松和我不一样 我背后有爹妈撑着 他家条件不好 这些年多亏从我这里接的火 才在这城市安了个小窝 这才哪到哪 这小子就幻想着翻身浓奴把歌唱 吃水还不忘挖紧人呢 这白眼狼却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同建松一番东平西凑下来 手头上也没超过20万 要吃下这百来万的项目 确实是难为他了 不过这一进一出差价近三十万 诱惑实在太大了 而且在他眼里 我历来不吭兄弟 极其靠谱 高回报自然伴随着高风险 这风险他觉得值得一貌 没过多久 我发现了一笔柳如烟 转给他的近二十万款项记录 这些日后都会成为我清算他们的铁证 紧接着 我安排的人告诉我 同建松急着用钱 没去找银行 而是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 找了高利贷 贷了八十多万 按说 以前就我们的交情 他这么做无可厚非 但现在我知道他在背后撬我墙脚了 我还需按厂里出牌吗 下班回家 发现老丈人 小舅子一家子 证据一堆热疗 见我近来 他们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继续他们的话题 对于这个家庭 我谈不上有多热情 他们对我也仅仅把我当成活动的提款机 我对他们能远离就远离 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自打我和柳如烟结婚后 他父母的养老都有我包办了 他弟弟柳云峰也被他安排进了公司 成了仓库主管 这家伙本事不大 派头却不小 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从不迟到 不过 关于他私底下在材料上动手脚 私自倒卖材料的风言风语 我也听了不少 这几天正安排人查这事 见没人搭理我 我静止去了书房 拿了份文件打算出门 看样子 今晚的晚饭又得在外面解决了 明语 云峰最近乡了个女孩 对方要求有房有车 还要38万彩礼 你 柳如烟看我要出门 犹豫着开了口 哦 云峰要成家了 好事啊 咱们当然得支持 我随口应了一句 做事往外走 这时 老丈人立刻换上副笑脸 招呼我 明语 来 坐我这边 他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示意我过去 我搂着柳云峰间 装作关心的样子问 云峰 跟姐夫说说 遇到什么难题了 有事 咱们一起商量 我话还没说完 就连平时对我没什么好脸色的丈母娘眼神里也流露出期待 女方要求市中心全款一套三居室 还要加明 车子至少30万起步 彩礼38万 柳云峰吞吞吐吐的说 我心里暗笑 柳家这是找了个吞金兽啊 光是市中心那套三居室就得二百万往上 还全款 更别提其他了 打土豪分田地都没这么狠啊 这么算下来 得进三百万啊 我转向老丈人他们 你们能拿多少 我们哪来的钱啊 一提到钱 他们就像被戳中了痛楚 开始哭穷 每月给他们进三万的生活费 两个老人全部花光 骗鬼呢 那你呢 我看着柳云峰 平时工资也不少 总该有点积蓄吧 姐夫 我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根本没剩下什么钱 他假装翻了翻裤兜 我现在裤兜比脸还干净 爸妈没钱 云峰也没有 老婆 看来你的私房钱得贡献出来了 我看着柳如烟 表情诚恳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我也没钱 柳如烟显得很无奈 从他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一丝愧疚 毕竟三百万让我一个人承担 任谁也说不过去 前些天 剑松说要购买设备 资金短缺 找我借了点 说很快就能赚回来还我 柳如烟心虚地解释 这件人还有脸说 他巴不得同剑松能一夜暴富 好和他双速双飞 而我仅是他们眼中的ATM 一块跳板 垫脚石而已 既然是这样 我站起来 环射了他们一圈 他们一个个紧张兮兮地看着我 仿佛我下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吊足了他们的胃口后 我潇洒地挥挥手 老婆 你们先去看房 其他的事你们不用操心了 这柄太大了 把他们砸得晕晕乎乎 好半天 老丈人才反应过来 明语 你说的是真的 赵母娘也回过神 拉起柳如烟 男人的事让他们去谈 如烟 陪妈去做饭 柳云峰大概是猛得最彻底的那个 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我身边 这顿饭 我吃得格外开心 看着他们各怀心思 却表面上装得一团和气的表演 真是精彩绝伦 老李悄悄溜进办公室 压低嗓门 赵总 您交代的事都办妥了 他掏出手机 翻出一段视频 画面里 仓库中一个忙碌的身影 正拿着水管往桶里灌水 镜头拉近 那张脸清晰可见 正是我的小舅子柳云峰 这是最近几天录的 他一般每天会掺三四桶 以我们目前的生产量 这比例实在不起眼 老李顿了顿 见我没啥反应 有点不好意思说 而且他都是早上八点前动手 那时候另一仓馆员环没到 所以很难被发掘 难怪他每天从不迟到 我还以为他是真敬业呢 结果跟我玩这套 一个月前的就查不到了 那时候还没装监控 老李显得有些懊恼 赵总 这事我确实疏忽了 责任我来担 我摆摆手让他坐下 老李坐下来 身体往前倾 按照这几天的情况 这小子一天能搂走上千元 你知道他把偷的东西卖给谁吗 查清楚没 我对这个挺好奇 他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东西弄出去 我们猜他可能和供应商串通 一个人是搞不定这事的 老李自己也疑惑 我已经跟供应商谈过了 让他选 是继续跟柳云峰胡混 还是选择和您合作 那小子不傻 啥都抖擞出来了 他们通过虚报入库数量 来掩盖掺水的事实 我明白了 每次暴涨是一千桶 实际上禁库可能只有900桶 那少掉的100桶 就成了水分 最后由我来买单 前进了柳云峰的腰包 不过 供应商有个要求 他愿意提供这些年柳云峰的所有证据 但他希望我们别追究他的责任 他说柳云峰这些都是私下行为 他自己也是被迫的 并没有从中获利 你就告诉他 这次可以放过他 但如果他还想跟我做生意 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我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挥手让老李先回去 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 不能再轻易相信这些供应商了 得找个时间好好查一查 抓一两只鸡杀杀 吓吓喉了 现在就等佟建松那边下单的消息 到时候就能一举收网了 得知佟建松已经把钱汇给设备厂商 这菜就该端上桌了 明宇 设备已经到港口了 你安排人来接货吧 佟建松的声音透着几分兴奋 似乎几十万已经在向他招手 什么设备 我装起了糊涂 注塑机啊 老兄 你不会忘了吧 之前你让我帮你找的注塑机 我这不给买回来了吗 咱俩得走个交接流程啊 佟建松显得有点不解 要不是前两天刚见过面 他恐怕真要怀疑我记忆里出了问题 哎呀 你怎么跑去买注塑机了 公司现有的设备好好的 我干嘛无缘无故去花那个冤枉钱啊 我继续装糊涂 你上次明明白白跟我说要换新设备 劳力也在场的 明宇 别逗我了行不行 佟建松开始着急了 我这可是借钱买的设备 你要不认 我就完了 兄弟 真不带这么玩的 建松 你这样说 我可就不高兴了 我刻意停顿了一下 差点笑出声 连忙捂住话筒 稳了稳情绪 深呼吸平复心情后 我故作严肃地对他说 公司对这类大型设备采购 历来都要签合同的 没合同 财务出不了账 建松 你这次怎么这么鲁莽 又不是小孩子了 没确认好就自作主张呢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佟建松开始气急败坏了 赵明宇 你玩我是不是 没等他反驳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 忍不住笑出猪叫声 太TM爽了 接着 我关掉手机 驾车离开了公司 这一刻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没有业务缠身 没有家庭琐事 也没有外界的打扰 我开着车 随着音乐节奏摇摆 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 沙滩上的毒布 更让我沉浸在这份 难得的宁静之中 手机重新开机后 屏幕瞬间被未接来电 提示站满 有柳如烟的 有公司牢里的 而童剑松的名字 更是频繁出现 我先给牢里回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 牢里急切的声音传来 赵总 您现在在哪呢 童总为了找您 都快急疯了 天天往公司跑 就盼着您出现呢 让他等等吧 既然等了这么久 也不差这一会儿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话音未落 柳如烟的电话又追了过来 我瞥了一眼 直接选择忽略 他连续拨了三次 我才接起来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 他的高分贝 赵明宇 你死哪去了 手机也不开 他不问缘由 就是一顿数落 我索性把手机放在一边 等他抱怨得差不多了 才缓缓问道 说吧 有什么事 没事挂了 别挂 建松给你买的那些设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家设备都到位了 你却说不要了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柳如烟依然带着质问的口吻 我怎么做生意 需要你来教 我冷冷地回击 我不管 现在建松在家里等着呢 看你如何跟他交代 不如我回答 他便挂断了电话 这个局 就是专门为这孙子 量身定制地 给他辟的交代 柳如烟关心的 无非是同建松 能不能从我这赚到钱 从而让他情人满意 既然他一头撞进来了 我又怎会轻易放手 这次就一窝端了 同建松棚头垢面 胡子拉长地窝在客厅一角 我推门而入的那一刻 他那双满不血丝的眼睛 猛然有了神采 迅速起身迎了上来 明宇 你可算回来了 这几天你上哪了 电话也打不通 我真是担心死了 他说话间 苍白的脸颊上 泛起一抹红韵 我心里暗自发笑 担心的应该是你的钱吧 有点累了 出去转了转 我轻描淡写地应付着 兄弟 我那设备怎么办 我可是把房子都抵押出去 负债累累替你买的 你要是不接手 我就全完了 同建松紧抓着我的胳膊 眼神满是急切 这套设备完全按照你们现有的设备参数定制的 你不要 它就成一堆废铁了 建松 前几天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怎么还这样 我故作无奈地摊手 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没有正式的订单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明宇 你以前不这样啊 同建松显得很困惑 咱们以前不都是一句话的事吗 以前归以前 现在公司要跟国际接轨 一切都得正规化 我心情大好 便和他多扯了几句 赵明宇 你是故意的 同建松恍然大悟 苍白的脸仗得通红 额头上青筋抱起 没错 我就是故意的 我语气平淡 却惹得他猛地跳起 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架势 别激动 听听这是什么 我向他晃了晃手机 里面播放出一段清晰的录音 我在他的车上征服他的女人 赵明宇那龟孙子 现在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哈哈哈哈 同建松还没听完 恍如被针扎的气球 整个人垮了下来 兄弟 是我错了 对不起 都是柳如烟那个贱人勾引我 他扑通一下跪倒 抱住我的腿 错了就是错了 说对不起有用吗 做的时候拎不清对错吗 我厌烦地想摆脱他 目光悲怜地看着前一刻 还为他争取利益的柳如烟 下一刻却成了同建松口中的贱人 柳如烟显然没料到 自己全身心为之付出一切的情人 在利益面前 竟拿他当了替罪羊 只要你原谅我 收下设备 让我做什么都行 同建松恳求着 好啊 那你去教训一下那个贱人 让我消消气 我故意击他 行 行 只要你满意 我什么都愿意做 曹建松满口答应 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同建松 朝他扑过去 一脸猙獰地揪住了他的衣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连串的巴掌声伴随着柳如烟的尖叫 与咒骂响起 紧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 我悠闲地用手机开心记录下这场狗咬狗的闹剧 最终 柳如烟无力地瘫倒在地 同建松也气喘吁吁地停了手 明宇 你看 我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咱们十几年的兄弟情还比不上一个女人吗 同建松还在仕途挽回 你能原谅我吗 你揍我一顿出出气也行 他近乎哀求 饭里有苍蝇并不恶心 恶心的事我看到了 如果我没看到 我同样会吃得一样香 所以 我不怕你骗我 就怕你骗不了我 我冷言道 最可笑的是 我已经知道真相 你还在那里编造谎言 还说得那么真 那么深 我曾告诫过你 要诚实 可你偏不听 抵制不了诱惑 不懂珍惜 这能怪谁呢 在我面前谈兄弟情 真污了我的耳 滚 同建松失魂落魄地离开后 我扫了一眼 锁在角落里鼻青脸肿的柳如烟 他愿读的目光直射向我 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圈套 对不对 没错 收拾完了同建松 现在轮到我们谈谈了 赵明宇 你想谈什么 他的眼神里既有惊恐 也有挑衅 谈谈你借给同建松的二十万 谈谈同同 还有我们这段婚姻 当我收起以往的卑微 不再跪舔时 我就是高高在上的主人 柳如烟见我脸色阴沉 他那惯常的高傲 也终于出现了裂缝 刘露出一丝慌乱 我错了 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他低声哀求着 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和他之间没有感情 只是我一时糊涂 是他诱惑了我 不是我的问题 柳如烟逐渐恢复了镇定 就算没有他 也会有别的男人 成为你出轨的理由 你认为自己就没有问题吗 你怎么不反思一下 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你为什么只想着 把责任推给女人 这公平吗 他提高了音量 开始反唇相机 如果你不再爱我 完全可以体面地离开 但作为一个男人 背率是一身 无法抹去的耻辱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谁还不会犯错呢 柳如烟开始抢赐夺理 有些错误 一旦犯了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就因为这一点错误 你就要抹杀掉 我对你的爱吗 偷心的女人 在情人的眼里 或许是美味 但在自己男人眼中 就像装过石的碗 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当初你可是 口口声声说爱我的 我是爱你 我为了你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但我不能不要脸啊 离婚吧 我的眼底只剩冷冰冰的谋意 我是不会离婚的 柳如烟嘴硬着 哈 你还有脸待在这个家吗 十几年的夫妻 我希望能体面地结束我们的婚姻 不想把事情闹得路人皆知 毕竟 头上顶着一片大草原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要离婚可以 财产必须平分 柳如烟思考片刻后 咬牙切齿地说 公司法人是我爸妈 股份你休想 这套房子你也别动歪心思 净身出户 是留给你最大的体面了 我冷冷地回应 姓赵的 你非要弄得鱼死网破吗 柳如烟的声音 坚韧而低沉 鱼死网破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鱼死网破 我取出彤彤的亲子鉴定 甩在他脸上 就凭这个 赵明宇 你baby 柳如烟抓过报告 狠狠撕扯 呵呵 我这算什么 和你们比起来 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怎么 这就狗急跳墙了 撕了也没用 我这多的是 我又丢了一份给他 好聚好散 有什么不好 非得撕破脸 让彼此难堪 我不再理会他 转身出门 身后是柳如烟 歇斯底里的嘶吼 老丈人一家 很快又聚集到了我家 他们心里很清楚 一旦柳如烟和我离婚 就意味着他们享有的舒适生活 将一去不复返 他们怎么可能舍得我这棵摇钱树呢 当务之急是先平息我的怒火 然后利用时间慢慢淡化矛盾 至于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感情 只要不离婚 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怎么好端端的 就要闹离婚呢 老丈人话音刚落 赵母娘就指着我鼻子责问 你是不是在外面找了狐狸精 爸 妈 你们可别冤枉我 你们还是先问问自己的女儿 再来问我好不好 我一脸委屈 老丈人他们看到柳如烟一直低着头 这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 简 你说句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耐不住性子 柳云峰率先发问 毕竟 我们若真的离婚 我之前承诺给他的市中心大三居 彩礼和车子都将化为泡影 他是最不愿看到这一幕的人 两位老人把柳如烟拉到旁边的房间 不久后 只听到一声响亮的啪 接着 是老丈人的训斥声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递要结婚的关键时刻 你竟然背着他做出这种事 随后 丈母娘在一旁喃喃自语 你怎么到现在还和佟建松斗断撕连呢 看样子 他们对柳如烟和佟建松的事是知情的 读读我这个大冤种 被深深蒙在鼓里 明宇 我女儿犯了错 怪我们没教育好 我向你道歉 一日夫妻百日恩 知错能改就好 就算不为我们老两口考虑 也得想想童童还小 单亲家庭对孩子成长不利啊 老丈人在我面前表现得痛心疾首 极力劝我不要离婚 我默默地把那份亲子鉴定报告递给了他 老丈人疑惑地接过 看了一眼后 脸色骤变 随即对着柳如烟披头盖脸一顿臭骂 赵母娘紧张地对我说 明宇 要不 你也出轨一次 你们就算扯平了 我们保证不追究 有这样奇葩的父母 难怪会有柳如烟的惊天 姐夫 你等着 我去找信童那家伙 替你出这口恶气 没等我回应 柳云峰已大不留心地冲出门外 下午的时候 派出所来了电话 说是柳云峰因为打架伤人被带到派出所 我赶到那里 办案警官跟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柳云峰怪童建松勾搭柳如烟 搅黄了他的好事 一气之下 就跟童建松干上了 结果一失手把童建松的蛋蛋给踢碎了 现在童建松还在医院里 情况不明朗 得等伤情鉴定出来 才能定柳云峰的罪 柳云峰一见到我就大声呼喊 姐夫 我替你出口恶气了 你千万要记得我的好啊 太搞笑了 柳云峰深陷淋雨 还在惦记着他的大三居和未来的幸福 从派出所出来 何风扑面 我心里头那个舒畅啊 迎着太阳哼着歌 连天气都这么应景 到了医院 我先去找了主刀医生 他刚下手术台 虽然累得不行 但和同事聊起这手术时 还是忍不住一脸八卦 围着的几个吃瓜群众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悄悄退出来 直接奔向佟建松的病房 佟建松以前那股子帅气竟全没了 躺在病床上半死不活的 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我进来时 他眼皮子动了动 随后又磕上了 兄弟啊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 让我瞧瞧 我毫不掩饰心底的幸灾乐祸 一把掀开被子 笑得满脸褶子 则 则 可惜大清国王了 不然你这条件还可以进宫当差 混个大内总管啥的 如今新社会了 你说你以后干点啥好呢 让兄弟帮你好好谋划谋划 你 你 佟建松气得嘴唇直哆嗦 双眼喷火指着我 滚出去 话未说完 一口气没顺上来 撅过去了 病床前一气乱想 医生护士忙乱地奔过来 我和柳如燕的婚姻 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一开始 他还想通过法律途径争财产 可当我抛出亲子鉴定 姬柳云峰这些年 在公司里侵吞财产等诸多证据时 他们才意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时候 我们之间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我当然也就不留什么情面了 索性火上添油 把这些证据一股脑送到检察院 柳云峰故意伤人 加上职务犯罪 这一下子 十年的劳饭是吃定了 柳家偷鸡不着又十把米 两位老人开始责怪柳如燕 轻浮浪荡不检点 放着好日子不过 出什么鬼 追求什么狗屁爱情 这不光毁了他们晚年的依靠 还把自己的儿子给搭了进去 他们对童童也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张口也种闭口 孽障的辱骂不停 柳如燕被这么一折腾 身心俱疲 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 最后把童童扔给二老 自己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全文碗 全文碗